你身体的骨架 你身体里面有一个骨架,当骨头都连接在一起时被称为骨架。 人体的骨架、骨骼、肌肉和皮肤是一个强壮但又具有弹性的结构,骨骼为你的身体提供了形状。 专门的骨头保护重要的内部器官,例如颅骨保护脑部,而勒骨和胸骨保护着心脏和肺。 骨骼除了具有作为堡垒的作用,还是一个工厂。 骨骼中的骨髓制造必要的血液成分——血细胞。 大部分骨头之间有软骨,软骨比骨头软,它可以防止骨头之间互相摩擦。 肌肉同样也扮演着多种角色,附着在骨骼上的肌肉——骨骼肌,或是带状的或是横纹状,有条纹的, 而内部器官的肌肉是平滑的平滑肌。 第三种类型的肌肉叫做心肌,只能在心脏中长到。 在关节的帮助下,骨骼组合在一起。 有些关节,就像你的颅骨,是不能移动的。 其他关节,就像你的腿,是可以移动的。 骨骼的第三要素——皮肤,有两个主要职能,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并对身体起保护作用。 在身体内,有多少块骨头? 婴儿出生时,有350块软骨。 但是随着成长,许多骨骼都连在了一起。 因此,一个普通成人骨骼只有206块,重9千克。 骨骼有许多形状和尺寸。 中耳内部发现的最小的骨骼只有几毫米长,而最大的骨骼,骨骨的长度,大约占身高的25%。 头骨,表面看来是单一的骨骼,实际上是由29骨头组成的。 骨头很硬,骨头的外侧更硬,内侧四肢。 一些骨头,例如腿中的骨头,是空心的像管状一样。 这些中空的空间里含骨髓。 骨髓由组织、脂肪、血管和为身体制造新的血细胞的细胞组成。 每当身体需要时,骨头即可提供矿物质。 骨骼的成长是两种细胞。 造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协调作用的结果 造骨细胞产生新的骨组织,而破骨细胞溶解旧的骨组织。 因此,随着自身的变化,骨骼能够保持它们的基本形状。 骨组织这种连续并同步的结构和再吸收,称为骨骼再造。 骨骼系统有许多独立的骨头组成。 大多数骨骼在关节处有灵活的组织支撑。 骨关节是必要的,因为骨头不会由于过于僵化,而难弯曲对身体造成损害。 所有的运动由关节帮助身体的位置而发生改变。 根据其结构或关节功能分为不同的类型。 怀关节看起来像两个连在一起的马鞍,所以被称为鞍状关节。 其中一根骨头的类似球形突出物正好能填充到另一根骨骼的中空部位,例如髋关节。 趋数关节只允许骨骼朝一个方向运动。 膝盖和肘部两个趋数关节很像门胶链。 膝关节是人体内最大的关节。 车轴关节是一个环状的关节,其中骨骼运动仅限于单向旋转。 在车轴关节中,骨骼的圆形表面适合于另一骨骼的环状部位。 身体内部充满了肌肉。 人体大约有650块负责运动的肌肉。 即使是最小的动作,也需要至少两块肌肉的对立工作。 比如,当胳膊弯曲时,胳膊内侧的肌肉收缩,而外侧的肌肉伸张。 当胳膊伸直时,外侧肌肉收缩,而内侧肌肉伸张。 弯曲关节的肌肉称为曲肌,而伸直关节的肌肉称为伸肌。 我们的身体有三种肌肉,平滑肌、心肌和骨骼肌。 骨骼肌借助骨骼和肌肉之间的特殊连接键《肌键》附着在骨骼上。 在你脚踝处的肌键被称为根键。 脸上的肌肉帮助你眨眼、微笑和做鬼脸。 我们可以控制一些肌肉,但是其他肌肉,如心脏,有其自身的功能,我们无需考虑。 骨骼肌附着在骨骼上,并与骨骼为我们的身体提供力量。 它们是由肠圆柱纤维组成,并且是可控的。 平滑肌没有和骨骼相连,而通常是薄片或薄层的形式。 它们控制着自动或无意识的运动,因为我们的脑和身体, 在我们无需考虑的情况下告诉这些肌肉进行什么样的运动, 如消化系统、肺或膀胱的肌肉。 胃里的肌肉混合和捣碎食物, 你胸部肌肉帮助你呼吸。 心脏肌肉成为心肌,工作独立。 正是这种厚肌肉在收缩时将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在舒张时让血液流回。 最大最强的肌肉,位于我们的背部,靠近脊柱。 因为你有肌肉,你可以做跑、跳、伸展、弯曲所有这些事情。 肌肉通过收缩或使自己变短来施加力量。 首先,肌肉收缩需要能量。 身体从食物中的营养中提取能量, 并将其储存在一个特殊的化学物质,三菱酸腺肝中备用。 出于这个原因,三菱酸腺肝被称为细胞的能量货币。 在神经命令肌肉进行收缩时,储存在三菱酸腺肝中的能量就会释放出来。 人类的腿是一个由肌肉和关节组成的系统, 即结构稳定,能承担一生中的重击和弯曲。 巨大的大腿骨或骨骨, 膝关节和大腿和小腿的大量肌肉能使腿既强壮又富有弹性。 鐵骨在小腿上收缩。